受到示威影響 旅遊業和飲食業界首當其衝 食肆更加可能出現的業潮 有酒樓就說生意額大減一半 業界預計過千間食肆將要倒閉 劉思敏報導 上星期日九龍遊行 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 佐敦道這間酒樓受到波及 那天查市經本上只剩兩成的查客 可能知道這天查客有大型人示威活動 日後活動 根本就沒有出街 考慮了 這段時間有幾個都要求你吃 要更換 但我們都同樣客人更換 過了浸淹沒就給客人吃 他又說六月反修例示威去到現在 酒樓生意少了一半 未示威之前我們開兩層樓 基本上查市兩層樓都坐到八成客 但現在都要兩層樓縮回一層 縮減幫工人手 長工那裡都會減少人 酒樓負責說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津貼 幫補租金 還有盡快平息社會紛爭 令到七年月間的經營可以回復正常 飲食界代表張宇人說 近期已經有二三百間的食市要倒閉 如果示威持續 預計會有過千間要倒閉 期望更多地產商減免食市租金 提升業界士氣 至於旅遊業 近月訪港旅客整體下跌了近五成 內地團由六月前的每日二百多團 下跌到現在大約二十團 業界代表說政府最新支援旅行社的 紓困措施幫助有限 始終要等到社會恢復秩序 遊客才有信心來香港玩 有線電視記者劉斯敏報導 有線電視記者劉斯敏報導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